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 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相信大家最近都會看到有關於 羅賓威廉·羅賓 Williams 他一個報道 是因為他有焦慮症、情緒低落 以及他有初期的柏金遜症 最後選擇了吊頸去結束自己的生命 袁醫生,究竟柏金遜症是甚麼? 柏金遜症其實可以這樣說 很多人都聽過 因為說柏金遜的人都不少 有年紀大的人 說柏金遜的人都幾多 柏金遜總可以說是 神經系統的一種慢性退化的暴病 他通常是我們所謂自主的動作 受了影響或者失落了 這個病也可能會影響全身體 於是很明顯令到控制動作的能力 受到影響 通常是甚麼動作呢? 這些地方通常都是半主導式 半主動的動作 例如你的下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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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是比女性多30%的 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肌肉的活动其实都挺复杂的 它有很多数百万条的神经细胞 这个帕金顺病通常是针对我们脑袋有一个很小的地方 我们叫做Basal Cell Glanguin 脑的其中一个部分 Basal Cell Glanguin 我们叫做基底神经节细胞 基底神经节细胞 当那里的神经细胞开始退化的时候 它就产生一种化学的不平衡 这个化学不平衡最终导致整个身体 就是失却了能力 在我健康的脑里面 我身体就有两种神经的传递物质 这两种传递物质 这两种神经的传递物质 可以说是配合来控制肌肉的动作 这两种神经的传递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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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传递物质 我们这个人就会软了 可以说不能够站也站不到 坐也坐不到 而多巴胺是减低 这个酸递物质的作用 即是不能硬了 有适当时间又软一点 好了 即是我们身体肌肉的运作 依赖这两种神经系统的传递信息 但当我们的脑袋开始退化 即是在帕金顺的问题 令到这两种化学物质 失了平衡 也可以减低了多巴胺的数量 导致我们的身体通常很僵硬 经常都收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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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巴胺顺这个病症 都是慢慢来的 即是可能要10年15年 一路一路出现 通常第一个症状 就是手 一只手开始有点震震 但当然 如果你去动手 或者睡觉 就停止了 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症状 当这个问题一路一路持续下去 这个手震可以越来越明显 开始散播到身体其他部分 通常是手腕、脚和头都会震 手腕和脚除了震 有时候它会觉得很重 和很僵硬 通常慢慢地 就开始丧失了写东西和说话的能力 即是写东西写得不得顺 和说话不得清 好了 当你的肌肉再收紧的时候 你整个大便的腸道 那个动力也会有问题 嗯 那走路的时候 就会拖着你走 即是傻傻傻地走 通常骨头、脚、肩头 都好像说是寒了起来的 那手可能 就在身体两边扣着走路 有时候 一只手或者两只手 出现一种很典型的 我们叫做 那种叫做 pill rowing 即是在那裏磨 在那裏滑的那些 软的那种动作 那就是说 大子宫和第一个手指 就是大家在那裏磨一下磨一下 一个就是顺时钟 有时候其他就是反时钟 就是好像磨软的那种感觉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 柏金逊的神经出现的症状 嗯 好了 柏金逊有时候 就令到我们那个面部的肌肉 是长期处在一个收紧的状态 那所以有时候 那个面的表情 就好像有个面具那样 即是没有什么表情呆滞了 是的 那也有时候 眼睛就定定地看着 眼睛就不多 眨眼 还有流口水 好了 那最后呢 我们那个 日常的生活 都越来越难了 那有时候呢 叫你 就这样坐起床 站起床 已经都有困难了 或者说一个很清晰的说话 都可以说都做不到的 那 那 那 当这个 这种这样的问题 发展到最 即是尾期的时候 可能说 那个人的脑 都受了影响 那 那 有时候 那个受影响的部分 其实是不痛的 通常都是麻痹 那样的 那你可以想到 这些这样的症状 对一个演员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创伤 那 那大家都可能 都有机会都知道 就 Michael 那个 另外一个荷里活的影声 Michael J. Fox 他是一个很严重的 他是一个很严重的 柏金逊 那 他最后呢 他就用了大麻油 嗯 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他用了大麻油之下 就控制了 那 就是很明显 那个 Robin Williams 就是没有这个资料 是吧 如果他知道大麻油 不单止可以令到他 不会这么情绪 那么差 原来呢 他又可以帮助柏金逊 他就可能 不需要 那么惨死 好了 那么有些人说呢 到底柏金逊 是怎样 就是什么形成他呢 可以这么说呢 现代的科学家呢 就是都未曾肯定呢 就是 为什么 我们这个 我们叫做 那个 基底神经质的细胞呢 会退化呢 导致我们那个多巴胺的水平降低呢 那 那当然呢 有不同的 就是 就是 有些 有些 估计 那样 但是我知道呢 现在 柏金逊症呢 是越来越多的 是的 那 那 香港报纸 最近都有刊登一刊的 它说呢 大约65岁的人呢 一般来说 是1% 有的 但是也有些地方呢 是差不多5 甚至乎 10% 那我们在 那我们知道 在美国 在自从1970年以来 呢 柏金逊呢 是增加了10倍 哇 那 好了 那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增加了那么多呢 那 应该呢 就是估计呢 应该和我们那个环境的因素有关 那 那还有呢 就 很多的药物 是 包括 就是医生处方的药物 和那些非法的那些药物呢 都可以这么说呢 都是可以呢 就是对我们那个 好像环境的毒素呢 是伤害我们的身体 那个神经线那个组织的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事实呢 那可以这么说呢 当我们的身体那个 那个毒素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我们患柏金逊的病呢 其实也会越多 嗯 那也有时候呢 我们身体因为 因为接触到那些所谓的重金属 是 那个一氧化碳 那些 就是那些 carbon monoxide 那 那 杀虫药 那些 那些杀昆虫药 那些很多的药物呢 那也都可能因为我们那个 饮食那方面 那些差 那 或者对某种食物呢 是那些敏感 那最终呢 那当然我知道呢 是游离基呢 那 就会破坏 那就是那个 损害我们的那些细胞 那也都是一个 就是导致所有的 那些 所谓的那个 退化性的那些问题 那些根源来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在现在来说呢 就是医疗方面呢 在西方的医疗方面呢 其实它最常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用一种药 叫做 Lvodopa 就是Lvodopa 那在美国呢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它用的就是 Centamate 这个牌子的 那其实呢 它买的就是Lvodopa 那样的 那 通常这个Lvodopa呢 是我们的脑袋呢 就是吸收了之后呢 就将它变成 Dopa-on 的 Dopamine 那也都有一些病人呢 那也都有一些病人呢 用了之后呢 就很明显呢 是改善它的活动能力啦 那也都它们呢 比较正常 就是可以正常化啦 那但是我知道呢 那个白金顺呢 通常呢 是随着时间呢 是越来越差的 那跟着呢 那你的那个药率呢 就越来越多啦 那你知道啦 所有的药率呢 都有很多的 副作用的啦 那譬如 在一些病人的 药物的副作用呢 包括呢 是不随意的那些动作啦 即是我们所谓的 你的手呢 即是 即是即启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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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和很多些幻角的 AAA 那 sudahsche Canada'sgreen 这个作用是加强Leverdopa的作用 希望是减低所谓的副作用 这个Carpadopa通常是减低Leverdopa 就是转做Leverdopa的过程 就是慢慢来到变 它能够到达我们的脑袋的机会 就比较长一些 还有一个药我们叫做Comtan 这个都是像Carpadopa 和Leverdopa一起服用 所以其实现在医学方面 都有几只药处理这个问题 明白 医生现在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和我们继续讲解一下拍甘讯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绿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资源、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dot-com-dot-h-k 欢迎回来第二节月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柏金信症的自然医疗 袁医生刚才提到什么是柏金信症 原来有些西药都可以帮助柏金信症 其实我们处理的药很多 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几种 因为柏金信症越来越多 所以这些西药 不同牌子的西药都越来越多 有些药 例如Palodil、Promocryptin、Requip Permax、Meropex 这些西药 通常它会直接在脑部的细胞 Substantial nigra 那种细胞 直接影响它们 也有些模仿Dobaan 也有很多药 但问题就是 大部分这些药 都是有副作用 副作用包括幻角 还有情绪迷惘 还有动作那方面是很不协调的 其实本身已经有这么大问题 所以最终最终 其实那个药物都是处理不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Michael J. Fox 患了这个病 结果就没办法停止拍片 拍电影 最后就找到了大麻油 如果大家上网看 例如Mirvana Oil 还有Michael J. Fox Parkinson Mirvana 你会看到这些片段 它都很大量推动 推动 就是介绍一些人 其实根本有更好的方法 是不是很软好 过这些这样的化学药 好了 现在在现时的 所谓 普遍的医疗里面 西医方面 除了用药 有时它都会试试用开刀的方法 它开刀 就是希望 将某脑那些 比较活药的细胞 消灭一部分 希望可以减低这方面的活动能力 那还有一个 就是用什么呢 就是用我们叫做 深层大脑的刺激 通常就用一些电极 好像很幼的电极 插到脑里面 来阻挡这些损息 导致白金逊的损息 尤其是刺激 可以这么说 脑里面 我们植有一些 电极 Electro 来刺激它 但是问题就是 这些药 有时表面 就好像很有效的 但是始终 它们的副作用 仍然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 在我们的 如果我们病人 如果是出现这些问题 当然 你要找一个 所谓叫做 脑神 脑神经专家 因为始终 你要不断地来调调那些药 除了你一方面 就是用那些药之外 其实最重要 我们身体的 营养方面 要自己做多些东西 吃多些好的营养的方法 还有要排毒 有很大机会 可能是重金属 一个问题 是 在我们用的方面 在自然医疗里面 也有时候 用一些 静物滴注 我们叫做 谷光金钛 Glutophion 的治疗 这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工具 所以在自然医疗里面 当然很多都是西医疗 但他采取另外一种药物 开刀以外的方法 就会用静物滴注 这些工具 好了 再简单来说 柏金钛的症状就是 会震斗 一些震 还有我们的手和脚 觉得很僵硬 觉得很沉重 手指里面 在大使手指里面 会做些弄弱的动作 便秘 谈话有困难 和在路上拖着脚 拖着脚 和双手 黏着身体的两旁 当然 姿势的人 我看是肩背很厉害 面部很僵硬 很麻木 流口水 最后一般我们要做的动作都没有办法再进行了 这就是我们的白金逊的主要症状 好了,刚才所说,到底我们为什么会形成呢? 可以这么说,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一个真正的很肯定的成因 我知道,我们是怀疑很多其他因素会引致或者会加剂的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杀重药、除草剂等化学物质、重金属、一氧化碳的种毒 身体脑内有不同的炎症的毛病、流离基、营养不足和食物敏感 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估计的成因就是这一方面 袁医生,如果有了白金逊症,在饮食方面有什么要注意? 其实很多研究发现,如果我们在饮食方面 蛋白质的进食量在晚上的餐食 而日后就比较减少一点的蛋白质 这种就似乎会有帮助的 还有多吃一些生的食物 水果、蔬菜、果仁、种子 这些全部都是高纤维 也都帮助你的大便正常一点 它也有含有很强的抗氧化 帮助你处理游离基的破坏 所以我们的饮食方面 尽量吃多些生的和有机的食物 厌至我们的饮食大概是50-75%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有机的食物 尽量就是要用好的干净的水 来洗净的食物 即是在吃之前 但是蛋白质方面 尽量吃多些豆腐 例如豆腐 那方面 酥油、黄豆的产品 或者是鱼 最重要是要干净的 那我们发现吃多些豆腐 就是豆腐类的食物 就会帮助柏根顺 减低它 好了 用沙律油方面 尽量吃一些低温压榨的油 那我们都经常都建议 有香油、大麻子油 亚麻子油 这些都是维他命E比较高 维他命E本身也是一个很高的抗氧化成分 也会帮助预防和处理 那当然可以喝多些蔬菜汁 因为蔬菜汁有很多抗物盐 那吃点乳酪 因为乳酪有很多好的益菌 帮助你的消化系统 也会帮助你的大便比较坦纯 好了 那喝水方面尽量多些 干净的水 每两个小时喝点好的水 那这个水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毒素排出 和污胃物质排出 那这些是一种 在饮食方面 我们可以着重去做些 那如果有柏金顺症的人 有些什么食物要避免的 那有些不好的食物方面 我们发现柏金顺症的人 很多时候 他们的食物里面 是太多蛋白质的 那所以我洗澡 叫他在动物蛋白质方面 是要停止 或者尽量去减低的 那发现做了这个之后 很多人都有些帮助的 那当然不要吃那些精炼 还有那些所谓的垃圾食物 那因为这些食物呢 本身呢 含有很高的化学物质 和很多其他毒素的 那避免那些所谓的那些 那些代糖 那些artificial的那些糖 和那些蓬佇剂 那这些我们叫excitotoxin 那这些譬如aspertin aspertin 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很出名的代糖 是用了的 那aspertin 其实背后都有很多的 那些政治的那个增厚 那早期根本是不通过的 因为用一些政治的手段 是将它硬通过了的 那aspertin 那大家要小心看一下 就是不要吃这些代糖 和那些微精 mono sodium glutamate 那跟着呢 那酒精啊 那咖啡因啊 和糖呢 都尽量减低 因为这些都会 就是会 就是会 就是 骚扰 我们那个神经系统的功能的 那 如果身体呢 吃得太多东西 就是吃得 差不多吃到饱了 都会制造很多的 就是 那个游离机 就是制造 游离机的水平 会增到一个危险的水平的 那所以呢 通常呢 就不要吃得过饱了 那中国人经常都说呢 就是吃到七分饱 是 最好的了 那吃那些东西呢 当然呢 就是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 不要吃一些 就是营养低 但又吃到过饱 那样的 那 就是动物的 动物的肉 和那些精练的食物呢 是尽量去改 那 和呢 令到你的卡路里 减低它是很好的 好了 那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说呢 有提及呢 有很多时候可能 你的病呢 和你食物敏感有关的啦 那所以呢 在食物敏感方面呢 我们自己要找一找咯 譬如可以做一些测试呀 来到探讨呀 或者由自己的食物那方面 去留意一下呢 就是有些什么食物呢 是会对你的病 是病情是有有有有有有敏感的的反应 那我们有些什么 针对性的营养素去处理 是柏金顺问题的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那营养素方面呢 我们会采取 那个 Co-N3 Q10 Co-Q10 那通常的建议分量呢 大概1200mg 一日 那大家知道了 Co-Q10 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 那我也都在过去的 早期的研究呢 发现呢 在早期的柏金顺呢 是可以减低它那个进度的 就是那个问题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维他命C 那维他命C 那维他命C呢 通常呢 就用个分量大概750mg 一日四次这样 就是维他命C呢 如果你一次过吃太多呢 通常吸收不到的 身体会把它排泄出去的那样 那所以呢 通常呢 维他命C 就用尽量分开来吃 我知道呢 维他命C呢 是可以减低 我们那个 那个游离肌的破坏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维他命E 每日大概呢 800mg的 国际单位 一日四次这样的 那你知道呢 也是一个很抗氧化剂 是减低 那个游离肌 那方面的 那其实也有一个研究呢 那其实也有一个研究呢 发现那个维他命C呢 750mg 一日四次 维他命E呢 800mg 一日四次呢 发现呢 它可以令到那些病人呢 是需要服用药物去控制的时间呢 可以拖持呢 是平均拖持两年半的 嗯 那这些呢 非常之有用的 那当然呢 它结果都只是 都未必处理得到 那但是都是可以 令到你要吃药的时间 是拖持两年半的 现在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回来继续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子 三个W.h-e-a-l-t-h-s-h-o-p-dot-com-dot-h-k 欢迎回来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欢迎回来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柏金顺症的自然医疗 那袁医生刚才和我们看到 有什么针对性的补充剂 可以处理柏金顺症 例如是COQ10 维他命C 维他命E 袁医生还有没有其他呢 在处理这方面 我们也有用热绿素的 就是我们Green Formula 热绿素的配方 例如螺旋组 小球组 Corella 和小蜜草 这些都会帮助我们身体排毒 还有就是必需的脂肪酸 有时候是鱼油 或者阿麻子油 鱼建草油 最近我都说就是大麻子油 现在是一个新的工具 还有一个特别的工具 就是一种叫做 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NADH 中文翻译叫做 烟光 胺 线 飘零 二核 金酸 简单来说就是 NADH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营养工具 每日就 5mg 每日两次 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叫做 Nac 非常之多用 Nac 这个我们叫做 N 月光半 半光 胺酸 通常是500mg 每日三次 这个会帮助我们身体的 Glutophion 我曾经说 我们身体有种静蜜滴柱 这种 谷光 金钛 Glutophion 会帮助我们提升 那些东西 Nac 都有帮助 Nac 其实很多用处 有时候有些人用来做化痰素 在那些感冒方面 我都经常用得着 那 除了我们针对性的工具 其他有些什么工具 那我们可以用那个 银行叶 Gingco biloba 那大家知道银行叶 会改善我们的脑袋 血液的流畅 那也有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功能 那通常呢 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质素 的银行叶 那通常呢 就是60-80mg 那一天两次了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奶酯 就是Milk Fizzle 那大家知道 Milk Fizzle是如何排毒 肝排毒 那始终肝是我们一个化工厂 任何的毒素 通常呢 都是会先进肝 那肝如果聚集太多 那这个呢 很明显呢 就会出现问题的了 那所以呢 Milk Fizzle 奶酯 就用来呢 都是一个常用的 配方来的 那还有就是那个 热绿素 那个所谓的 绿茶素 那喝绿茶 那中国人 都开始有 就是有喝绿茶的 的习惯 那有些是绿茶 是绿茶粉 那那个 用丸状呢 那那个分量呢 更加更加高的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抗物盐方面 钙和尾 这个都是对我们的 神经系统功能 很大帮助的 那通常都是用 就是2-1 就是1000mg 钙 500mg 尾 那好了 那还有一些呢 就是我们的 草茶方面 可以帮助我们的 那个 令到我们的 没有那么紧张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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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用那个 Passiflora Passiflora 西藩棉 一种草 很常用的 那个 那个 王旗 是吗 Sculpt cap 和Balerium 是那个 那个 子草 Balerium 那这都是一种常用的 就是草药 帮助我们安定我们的神经 那 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用得着的工具 袁医生,你刚才提到维他命E、维他命C做了一个研究 病人吃了之后可以延迟他们吃药的时间 你再之前提到CoQ10 CoQ10对于柏金顺症有没有具体的研究 在加州大学的圣地牙哥那间加州医学院 他曾经有一位医生做过一个临床的研究 他从10个中心里找了80位白金顺症的病人 这是美国不同的地方去找他们 他们就看看CoQ10到底有什么帮助呢? 是否安全呢? 在研究的时间,那一群人吃了CoQ10 那群人的份量最大,大到1200mg1 他发现他的脑袋功能的退化 是减低了44%的 还有动作功能 还有他日常用的生活呢? 其实可以正常好很多 譬如可以自己喂自己,自己穿衣服 可以这样说,可以看到最大的效果 就是他平时日常生活的 我曾经所说的份量是很高的 1,200mg1 1,200mg1 好了,我们看看 在这么高的份量之下 那个CoQ10 这个营养素呢? 那个副作用也是很少的 就是没有人会因为 因为他的副作用 要减低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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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分量 那么研究人员呢? 都发现 就是相信一下 Cocutine 是可以 改善我们身体 我们叫做那个 线粒体 Mitrochondria 的功能 那我们知道 Mitrochondria 是一个身体的制造能量 细胞里面的制造能量 那些单位来的 那 还有呢 那个线粒体的功能 如果是 是差了之后 就是通常是白金顺 发现这个问题的 那么 我也都知道 Cocutine 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的效果 那就是说 通常我们用Cocutine 就会令到 我们人的精力好些 尤其是我们的心脏 那个精力 是很多的 所以 Cocutine 差不多 如果有心脏问题的人 基本上都会用的 那很多人经常很累 那其实可能 这个心脏 开始衰退 那Cocutine 往往是令到 它是精神是加强的 那么 重心就是因为 它是可以改善 我们那个 Mitochondria 我们那个 线粒体 身体那个 制造能量 细胞里面的 制造能力的 单位的功能 袁医生 那我们称之为 黄室医疗的同类疗法呢? 那同类疗法方面 您知道了 在我们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工具 就是经常用的 第一线用的 都是用同类疗法 因为同类疗法 可以说全世界最安全 还有那个效果 是最广泛 所以同类疗法肯定 这方面可以帮到很多的 那有些什么疗法呢? 就是过去我们的经验 知道了 例如疗疗方面 有一个叫Argental Nitricum 是硝酸银 那硝酸银呢? 通常是用一些人 他就失了平衡 和协调的问题 就是开始的早期的症状 手震震 令到他们写不到字 也都帮助一些 有些手震 有些震 是时不时出现下的 那这个就是Argental Nitricum 是那个硝酸银 是其中一个疗剂 那第二个疗剂 就是Costicum 那个Costicum 这个疗剂 是一个 阿胜纳 或者叫腐蚀药 阿胜纳 阿胜纳 Protecticum Costicum 通常给一些人 他的痰痪 慢慢出现 尤其是右边 就比较严重 那当然 就是写字 也会令到手震得更加差 好了 那除了这个 还有一个疗剂 叫做Jocemium 那个黄素氢 Jocemium 这个也是给一些震颠 舌头眼部的控制 出现问题 还有行路都是屁下屁下 这个Jocemium 好了 还有一个疗剂 就是Heloborus Heloborus Heloborus 这个疗剂 是 用在什么呢 都是这种症状 就是说 他说话很慢 那就是 那个病人 他感觉上 好像一颗 一颗云 那样 就是说话很缓慢 就想想一下Heloborus 这个疗剂 那Heloborus 本身当然是一个 有毒性的草药 但是知道 和疗剂是稀释了的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那还有一个就是水银 那个水银 那通常水银的人 都是 就开始吃东西有问题 烟吞有问题 那说话慢吞吞 还有很多流口水多 或者口气重 那这个是水银的症状力 那另外一个疗剂 就是Natrum Myriaticum 就是炎 那炎 通常有些手震 当你写东西的时候手震 那你整天的头 就是要整天的头 就是要整天的头 而且很容易就掉了些东西 那些炎症的人 通常是情绪 就整天抑压着自己的情绪 这种这样的性格 那接着呢 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那个Plumbum 那Plumbum 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圆 那通常呢 圆的症状就是 那个慢慢出现 越来越差的那些痰缓 和肌肉开始萎缩 那很多时候呢 就有种抽筋的那种感觉 或者腹部有些肌肉 突然之间抽得很厉害 那这个呢 就是圆的Plumbum 这个症状来的 那接着呢 就另外一个呢 就叫Roostox 那个Roostox 那Roostox 通常呢 是用肌肉方面的那些问题 那 可以叫野角 Poison Oak野角 Roostox 那通常那些人呢 就觉得呢 就是身体呢 就觉得肌肉很僵硬 啊 他可能未必很震动 就是没有什么震斗那些呢 但他觉得很僵硬的 那但是呢 就是动一下它呢 就越动越舒服啦 那通常呢 就起步困难啦 那但是呢 走顺了呢 就会舒服了 那这个就是Roostox的症状了 那好了 那在同类疗法的应用那方面呢 那这个时候呢 症状都挺相似的 虽然大家有少少不同 那当然呢 那这种情况呢 最好就找一个 就是专业的 和疗法医生帮他们手啦 那我通常呢 就会去试一试医药啦 那譬如找一个疗剂 估计这个疗剂 可能帮得到的 那我就要求病人呢 就每天吃两次 那样观察它两个星期啦 那如果它有很明显的改善呢 那我就可以呢 就是停一停啦 那当症状叉回的时候呢 就才再用 那这个就是 就是用同类疗法呢 謹慎用同类疗法呢 就应该是这样去使用的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待会回来 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畅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法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l.com.h 欢迎回来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柏金逊的自然医疗 那继续 袁医生麻烦你继续和我们讲解一下 好了 除了和你聊剂之外 其实在印度和巴西 一向有一种传统的工具 那这个工具 叫做一种 一种豆来的 叫做油麻藤豆 Muc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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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ns 原来这个 在巴西和印度 传统 是用来用在 可以医治巴金顺病的 那还被发现呢 我发现 原来呢 这种的豆 是本身呢 是含有 天然的 的 叫做L-dopa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豆巴胺 那和呢 是维他命E很丰富的 那这方面呢 其实研究了很多 那我相信呢 就是 在未需要用药之前呢 我们早点呢 就用定这个 Mucuna 其实有时候 那些人呢 觉得那些人呢 有一点点 走路不得稳定啊 那有点震 那其实都可以用的 不需要一定别人说 你是白金顺病 你才可以用的 那所以这个 Mucuna Purean 是已经有很多的 在我们的诊所 在我们的 都有这个 这样的 就是一种 制成品 和一个 营养 营养 产品去用的 好了 那除了这些工具之外 我们一般的 按摩 是不是 一瓶巴推动 经常都说 瓶巴是我们身体的 脂肪那些 推动脂肪那些 瓶巴排毒的 那所以 做此做一些按摩 是肯定的 会有帮助的 那除此之外 减低压力 做些瓶加 太极 肯定太极 都可以帮助我们一方面的平衡 那 这都是大家 应该早点做 好大机会 是可以减低 那个 柏金逊的出现 那些风险 那还有一个 运动 我们已经很多人都开始 提及了 就是我们 多些走路 以及 多些 做那些 游软体操 以及 踩单车 那就是 你踩单车 是需要很好 协调 那所以 很多人 都是用踩单车的方法 来到 训练 那个脑 令到我们的脑袋 就不要 那么容易退化 那所以 如果有人够有机会 当然 香港人 始终 踩单车的环境 是很差的 那 如果你踩单车的能力差 去那些 多人踩单车 那当然有点危险 那 但是 那些人 你又不可以用那种 在那些 健身室用那些 那些 那些单车 那些单车 可以知道一下 譬如有些地方 就是 村落的地方 很多老人家 都喜欢踩单车的 那 可能看看那些地方 是不是拍金顺 是会比较少一些 那 好了 那 除了这个 Robin Williams 出现最近 在那个新闻 我看到 那另外一个新闻 就是关于 大陆 是不是 那个 成龙的儿子 是吧 和他的朋友 那因为 就被 被人捉到 他吸水大话 是 那 那将来 他不知道会如何 去 我们不知道 其实我和大家 都分享过 其实 戴麻 其实是一个被人 妖魔化的 野草 是 那其实戴麻 亦都不会上瘾的 那 就是好像 很多人 是因为 就是 做了这些所谓 被认为犯法的那些 那些 那 就要 出现 就是坐牢 又有案底 其实是很无谓的 在美国 有百分之五十的人以上 坐牢的人 是因为搞这些 毒品 大麻的 其实是没有那些需要的 那就是有时候 你说 我们喝酒 曾几何时 我们禁酒的 那你喝酒 就会可能 好像当大麻那样 你喝酒 被人捉了去坐牢的 那因为呢 说真的来说 烟呢 烟对我们的身体的害主 是远比大麻更厉害的 喝酒 远比大麻更厉害的 从来没有人死在大麻的 但是无数人死在西药 人家禁止西药 对不对 那还有呢 大麻呢 就是令到你人高兴 那始终呢 现在的人 的人类的 那个情况 那么差 对不对 那有些人呢 就需要用一些 就是天然的上帝 给我们的工具 令到开心些 其实有些什么问题呢 有没有人 因为吃了大麻 会伤害人家呀 或者乱开车 撞到人家呀 其实我都没有听过这些的 那大麻也都是不会上瘾的 以上瘾来说呢 可以这么说 是很低的 就是很少很少机会上瘾的 那所以呢 大麻被打压呢 其实真正的原因呢 它是因为呢 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原来它是能衣百病的 那柏金顺呢 是肯定呢 有机会上YouTube看一下 迪高Jay Fogg 白金顺 和大麻油 你可以看到真相的了 那很可惜啦 就是我们的 我们那个所谓 法治的社会 有很多的恶法在那里 那令到我们的社会 很多问题了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都很多人 在世界各地呢 已经很多人呢 就已经想推动 大麻合法法 那在美国啊 加拿大啦 那医疗用的大麻合法法 已经有很多州 好像20几个州有的了 但是有些州呢 就不需要医疗的 那有个医疗呢 其实是很糟的 它不是说 我有病就给你用的 它有些某种病 那些病呢 是譬如痛症啊 神经痛啊 痛到西医 完全药都用不了的时候呢 就是它们不行 它才给你用的 是 比如癌症 你会说我有癌症 它也未必会给你用的 那所以一个 那当然呢 发羊钓呢 是一个很主要的工具来的 那通常 普通发羊钓 它西药 就是压得到你 它又不给你用的 那其实一个是很可悲的 就是法治社会 并不等同公正社会 那我觉得应该呢 是加入这个陣容呢 将一个天然的 着上帝给我们的大麻的野草工具呢 要将它全面合法化呢 那我相信呢 医疗的问题呢 可以大大地解决得到的了 多谢了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那时间差不多了 各位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3个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OK 好 拜拜 拜拜